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府特别在百米旺炮台举办了一场山海音乐会 邀请游客徒步上山享受专属金融人的异国音乐饗宴 每升天后周会在台上开唱经典成名曲 约定让全场听得如刺如碎掀起满满的回忆沙 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起路见心 一起来咯 唱完一首还不够接着再唱 开下观众拿起手机进入这感动时刻 仔细看这场山海音乐会地点在白米旺炮台 不仅有美丽的音乐会还有摊位市集 尽管台风外园环流搅局 但民众热情不减 不错啊 因为在听音乐 白米旺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炮台 也是守护我们金融最重要的堡垒 那因此我们希望通过音乐 透过多元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大家看见白米旺 也记得白米旺曾经守护我们的地方 然后让更多的金融人可以带更多的好朋友来看 这个山云海最美的一个白米旺炮台 金融市长谢国良到场抽出活动大奖之外 也冒雨和现场勘贩和民众握手致意 1814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今天的白米旺炮台音乐会 真的是在有山有海的一个环境 继续欣赏更好的音乐 而金融也要往音乐城市迈进 除了一年四季都有好的活动之外 而且我们在音乐的音频方面 跟未来培训当地音乐人的方面 都会做更多的努力 让金融成为一个好的音乐城市 要东西要一定要串联 所以今天早上就有来自很多很多的民众 包括外信市的人来这边参观 我们这边的风景美貌 真的这里是很漂亮 又有炮台 然后这一整天的活动 市长加油 市长加油 活动中还出现了小插曲 当地太白里居民 拿着太白里的礼花 麒麟花送给市长谢国梁 为她加油打气 太白里的礼花齐麟花 谢谢小插曲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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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不时下起争雨 但仍交不习民众热情参与 美声天后周会 台语金曲歌王 荒山亮 圆明金曲歌手 拉卡乌帽 和日本流行歌谣歌手 轮番演出 让民众享受一场 以三海景观为背景的音乐饗宴 记者黄绍明就用报导 另外市府在和平岛公园 举办一场无障碍 青海成果嘉年华 邀请身心障碍者亲近海洋 市长谢国梁也亲自下水 玩得不亦乐乎 希望未来能扩大规模来举办 在教练协助下 身上朋友开心坐在浮板上 享受滑奖乐趣 其他同伴们陆续下海 玩得不亦乐乎 很开心就对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玩水的 因为她非常喜欢玩水 可是平常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可能自己带她出来玩水 因为不要说器具的关系 光环境 我们要找一个她可以玩水的地方 其实都不容易 自从知道就是有这些活动之后 我们就会很关切这个问题 大热天 玩水清凉又开心 和平岛公园严格把关 卷制无障碍友善场域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下海和身上朋友 一起体验预奖活动 我觉得玉兴助长 跟我们这边一起办这个活动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然后让我们这些各类不同的好朋友 难得能够有下海的机会 我看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而且非常的感动 我们基隆市就是不断的努力去朝向 让更多的环境 更多的城市生活都没有障碍 这个也就是我跟玉兴一直以来努力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身上有机会去能够玩水 然后玩水对我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因为也是很少会有这种机会 所以看到有这种机会 就赶快来报名 赶快来玩 鼓励身心障碍朋友亲近大海 涉案府海委会及北关处 在河滨岛公园举办无障碍青海成果嘉年华 参加活动的深藏者 不少人都是同一次青海细碎 障碍者最好是常常出家门 那不是去医院而已 更要亲近大自然 所以我们是海洋的城市 海洋的疗愈 海洋的美丽 要让所有的身心障碍者都能够平等的参与 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的活动 不管是硬体的设施 或者是软体的服务 我们都有很详细的准备 其实河滨岛公园在107年开始 我们就打造整个园区 就是一个无障碍的环境空间 希望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 可以看到这些世界级的一些地质地貌 那我们在今年更进一步的 跟市府合作 还有跟北关处联手 去打造整个无障碍的水域游戏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更多的身心障碍 不管市障、厅障或肢障 都可以透过一些专业的载具 专业的教练 可以让他亲近海洋 让他去几十年 可能都没有想过 他还可以再下水去体验 所以我们这几次办下来活动 看到人家的笑容都觉得很感动 真的你要讲无障碍的平权 其实就是从政策开始落实 城市有碍 然后生活无碍 我相信是现在市府很在意的 那我看到这个活动 也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跟也期待每一年都可以办 未来不只是希望是说 金融市可以落实 就是海域无障碍 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朝向 青山进水也无障碍 无障碍措施跟各项政策 才是这个城市真的该追求的光荣感 以及进步性 河滨岛公园自律打造 无障碍的吸水场域 在专业教练陪同下 让身上朋友有机会 厂阳大海一元梦想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2024基隆城隆文化祭日巡活动 在市区热闹登场 来自台北的四大城隆庙 今年首次齐聚在基隆绕境祈福 吸引了许多民众围观欣赏各镇头的特色 2024基隆城隆文化祭日巡活动 在农历8月16号热闹展开 今年有来自台北的四大城隆庙 首次齐聚基隆绕境 为民众来祈福 还有全台唯一的日式神教风源城隆庙 以及蒲里的银海城隆庙 各具特色的镇头与表演 吸引民众争相观赏 副市长邱佩玲跟民政处长张渊祥 也参与日巡活动 共同为市民来祈福 那是我们基隆库国城隆庙的文化祭日巡 那我们今年呢 也特别邀请台湾城隆庙 台北府城隆庙 以及台北峡海 还有就是松山峡海城隆庙 一起共同来绕境 来祈福我们基隆平安順利 那当然 今年四大庙呢 是唯一也是140周年以来 第一次第一次一起联合绕境 他们台北市今天也是140周年的建成 那也预定在10月19号 在台北有举行祈福的仪式 那当然今天我们欢迎 除了台北市 以及峰岩城隆庙 以及浦里城隆庙 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 直唱歌 里城隆庙 第一次在台北市 founder 两次在台北市 第一次在台北市 音的表現方式跟他有點像致敬 然後牽手官有點像前導 就是帶著帶影他出來落盡的意思 一起跟陳王爺的隊伍 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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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們平安 很甘命 每年都來 對 我每年都來 謝謝 這讓我們想到那首歌 那首歌就是我們叫做 這個歡慶的時候 飯蟹將軍在前面 那每一間陳王爺廟都有飯蟹將軍 吳文武判官跟家將 可是每一間呈現的 像今天有看到不同面貌的飯蟹將軍 以及還有公仔版 那也把這個其他的這個神明 像參太子也都請出來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熱鬧的一個日巡活動 吉隆城隍文化記的日巡活動繞境隊伍 依循百年初巡路線 從吉隆城隍廟出發 走訪清安宮 奠祭宮 絕修宮四大廟 許多虔誠的信眾都很開心 能夠參加這次的繞境 祈求一年平安順遂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吉隆報導 在副議長楊秀玉的建議下 都發處邀請有四十多年 首會電影刊版經驗的江景峰師傅 將七獨百福公園入口處重新彩繪 以百花齊放的概念 賦予這座長狼佔性風貌 這樣拍也美 那樣拍也好看 又是蝴蝶 又是甲蟲 百花齊放 生生不息 重新彩繪過後的長狼又新又美 成為非常適合拍照的景點 讓民眾開心又稱讚 這地方很漂亮 讓人家經過的時候非常輕鬆 然後感覺這個地方都亮起來了 我覺得會吸引更多 不管是有家庭或者是小朋友的 都會來這裡 需要放輕鬆的時候 看一看這個花這個世界 這個大自然其實是非常美好的 這裡是七獨區百福公園入口處的長狼 原本裡面的天花板和圓柱 都已經斑駁老舊不堪 在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鈺建議提案下 市政府都發處特立請來有40多年 首惠電影刊版經驗的老師傅江景峰 重新彩繪上色 融合公園景色 以百花齊放 蟲鳴鳥叫的概念 重新彩繪 賦予這座長狼新的風貌 也讓副議長楊秀鈺很肯定 過想到這個百花齊放 配合這個公園 因為這裡有花花草草 有樹木 還有昆蟲 花開的時候 蝴蝶會過來 所以以這個為概念 讓市美有一個休閒的空間 我在議會也提案了很多次 那我也建議這個百花齊這邊 是不是要美化 原本這個市府就有這個構想 那也有很多民眾看到我 就是巷弄的那些作品 有跟我提說 那個副議長副議長 你怎麼都沒有做我們百花齊區啊 我說有啊 百花齊第二期規劃已經正在進行中了 然後就是民眾在提到說 我希望說這個百福社區 這個百福的長廊 能夠像你的這個畫作一樣 能夠注入新生命 那後來我就跟市府建議 那市府就跟他們相關的這些設計師 這個也是市府請來的一個設計師 那就把這邊整個規劃一百字 百花齊放 百花盛開 那融合我們這邊的整個就是 這個社區裡面就是非常多的植物 像一個森林公園一樣 那我們都知道說 百福公園是基隆市的第二大公園 這個公園的整個腹地相當的大 也希望說未來市府在未來整個建制 能夠朝向未來是一個觀光景點 如果好好的規劃 這裡是會被看見的 那我們整個點線面整個串聯的話 基隆被看見的話 我相信我們七堵包括基隆 我相信我們生活一定會越來越美好 也希望說市府 要怎麼樣把基隆這個城市 讓它被看見 我覺得地方人文是取代不了 也帶不走的 把地方人文把它畫出來 呈現在生活 我們的畫廊就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展現新風貌的長廊不但美化環境 油畫風格的壁畫相當寫實 非常吸睛 經過的民眾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 楊秀鈺歡迎民眾來這裡拍照打卡 一起行銷七獨百福公園的美麗和魅力 百福公園百花齊化 歡迎大家常來基隆七獨哦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民體育活動中心修繕工程完工 舉行啟用典禮 成為基隆重要的一座市內網球場地 東信國小森巴谷隊帶來精彩的演出 基隆市長謝國良 議長童子偉和多位議員 都親自來參加基隆市民體育活動中心修繕工程的啟用典禮 在體育署的補助和市府的自籌款 共一億多元的投入下 打造了這座專業的室內網球場 府會首長都表達感謝與祝福 所以非常感謝在中央補助地方配合 前市府跟先生市府大家通力合作下 能夠把這個網球中心能夠來能夠完成 也謝謝在這邊參與過的每一位好朋友 包括我們的學校教育處 各位同仁以及議會的大力的支持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我們的市民體育活動中心 尤其是我們三座的市內網球空間 北京正式完工 可以正式來啟用 我們一起都非常的努力 來把這個室內的網球空間做得更好 最近我們去台北參加了這個 全國議長盃的網球賽 看到台北市 他們直轄市也是首都 有一個非常漂亮 然後擁有非常多座室內的一個網球空間 我覺得非常的羨慕 那終於基隆當然我們那個規模不同 但是我們這樣好幾座 大概至少有三座的室內空間 可以提供不同的訓練的選擇 而且場地我們也整理好漏水等等 因為過去這棟建築物其實非常老舊 那也非常多漏水的問題 市民詬病 那這次終於體育場這樣納入的管理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里程碑 那也希望未來我們的網球運動 或是相關的場所都可以繼續的來想辦法 我們市政府都可以在想辦法在多個單項運動中 都可以找到更好的場地 積極推廣網球運動的前網球國手兄妹黨 陳迪與陳怡市議員 兩人出席活動 內心都相當感動 有了專屬的室內網球場地 對於基隆培訓網球選手 將是很大的助力 其實真的是很開心也很感動 因為過去以來像以前我在基隆這樣子長大 每天其實就是望天心探 因為不管是太陽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下雨的時候 其實完全是沒有辦法打球 那有這座室內的球館 其實也是在宣示 其實基隆的網球的發展 未來一定會變得更好 那我們已經在努力在小朋友的一個 三級銜接的一個規劃 在基層上做培育 我覺得任何的運動 都一定要做一個三級銜接 也因為要從小開始訓練 如果從高中或者是從大學開始打的話 就是太晚了 所以就是很開心的 我們基隆有一個網球的室內網球館 然後這些基隆士的小朋友 可以很幸福的在這邊做訓練 那之後出去跟別的縣市比賽的話 我們不會輸給人家 不會因為英語沒辦法中斷訓練 教育處表示 將持續努力讓喜歡運動的市民朋友 有舒適的運動空間 立委林佩祥服務處秘書長 沈逸傳也表示 將積極協助市府向體育署 爭取經費 來完善運動空間的軟硬體設備 記者黃瑞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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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自己審核包 這個日子要寄勞 只有符合地價稅減免或自用住宅用地 等優惠稅率的條件 今年在9月23日前提出申請就可以交比較少 現場深情很便利 在家就能完成 趕快下手 錯過就要等明年囉 好成功和花心 歡迎到明太天啊 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25年前就是回來基隆創日了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譬如說基隆的XO醬 基隆的小卷 然後橫米條的海藻 然後融入在這個餅乾裡面 烏金酥 杏仁瓦片 很想讓這裡可以讓大家都知道我們基隆的好 你是否厭倦了大都市的熏香與污染 渴望一個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類基隆影片徵選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七屆囉 分為影片徵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32萬元以上 現在就拿起你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記錄屬於基隆赴美學的乾淨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細膩之美 詳請請洽活動官網 民國97年才開始啟用的 慈雲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取習於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碑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給我們 和你提供一下 兩位 兩位 二位 一位 一位 大碑殿 我覺得很好 因為可以快速通過 都先你當新人的那種感覺 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寶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2024基隆城隍文化祭 繼護國城隍207週年的安座大典夜巡活動 在大雨中登場 許多虔誠的信徒 跟著城隍爺的繞進隊伍前進 副市長邱佩玲等貴賓也為基隆祈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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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2024基隆城隍文化祭 繼護國城隍207週年安座大典的夜巡活動 在农历8月14号晚上展开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处长张约翔 送发处的处长郭宪平 跟议长代表等贵宾 一起在大雨中参与绕境 为基隆地方祈福 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农历7月过了之后 就是我们8月城王季的出许的时候 因为7月份有一些好兄弟 比较顽皮 他就还没有回去 那就请城王爷来 他们来让送他们回去 让我们在我们基隆市 冷宝平安 那这次夜巡特别邀请了 三府王爷 以及中安下海等等之类的 在8月16日 更邀请台北市大的城王庙 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 荣登基隆百年民俗 五行文化资产的 和平岛社林庙三府王爷王传 今年也持续参与绕境 在基隆市区热闹游行 一同守护地方 因为那个城隆庙 跟我们接了很好的缘 我们来这边大概有8 可能有8年到10年 都一直跟他们结合起来 因为他们的总观是跟我超好的 对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 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出来 我们家的阿嬷最老 90岁的都还在走 等一下也会过来 对啊对啊 打鼓的平均有85岁 他们都希望说每一年都要来 都吵着要来 对有时候都蛮想不要我们 可是我们硬要来 哈哈哈哈对 一起来祈福 对祈福 让我们本身可以消灾啊 对像我现在被雨淋的 这个样子回去赚大钱 是有目标的 哈哈哈 不会不会 谢谢啊 我好比以前还要告诉你 还没有看 你没有看过去是南宿年 是不是 对啊 那么漂亮的故事 今年感觉跟去年又不太一样 今年又刚好有碰到下大雨 可是大家齐心这样保佑 一切很感动 很感动 看到周边每一个人的那个 希望可以拿到港公较 更好运 就觉得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 这次夜巡呢 我们准备有四千个港公较 一日巡也有准备四千 那这四千加起八千呢 就是要分享我们在一路上 在烙进的时候保平安 让家吃个鸭筋 那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含义 就是说 当我们在家降发的时候 家降对我们是市场旁边的水户 那让我们市民呢 不管是在一年的一些运势啊 能更好 那把传统百年的历史文化 能传下去 一个一个发给他吃平安 吃平安 后面的人慢慢的 活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嫩牛咖 为了安全起见 安排在几个特定的地方 非常神奇的是 在嫩牛咖的时候 大雨就停了 让排队的民众不会淋湿 很顺利的完成嫩牛咖仪式 象征把不好的运势化解 祈求一家团圆平安 嫩牛咖是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从来出去呢 一般都会祈求平安之外 那把身上一些不好的运势能去掉 那民众非常抢着要嫩牛咖 可是因为呢 在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取了三个地方嫩牛咖 比如说等一下会在定机工嫩牛咖 那等一下也有 从外面会发咸光饼 让大家来吃平安 吃了平安之后 嫩牛咖让一生一年的运势能更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佛光山基隆极乐寺举办2024年的 佛光宝宝祝福礼活动 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参与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伟 及民政处处长张渊祥 都应邀出席 共同见证这场温馨动人的时刻 可爱的佛光宝宝 在家长的呵护下接受祝福 佛光山基乐寺举办的 佛光宝宝祝福礼活动 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参与 很开心今天可以参加 可以让他们在未来平安长大 可以越来越好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伟 及民政处处长张渊祥 都亲自出席 共同见证这场温馨动人的盛事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佛光山极乐室 看到这么多小朋友 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 佛光宝宝的一个活动 给这个我们住持庙章法师 来加持这个我们平安健康 在这边恭喜所有的家长 因为你们很幸运 可以有这样的活动 可以这样参加 那也谢谢极乐室 前阵子才得到内政部 给你最好的公庙的奖项 我们是不是也给极乐 是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十分钟心底 为宝宝们祈福 更在传承跨世代的 文化与信仰上 展现新生命 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用第四频道关心市政奏回来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位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社长 你被挡住了喔 好 我来把它翻开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喔